這個時候呢 這篇報導就讓大家覺得很好笑 原來他們還已經準備了兩個禮拜 而且呢 這個兩個禮拜 他們就說我們一定要學 那個太陽花的這個策略 結果怎麼會變成 車輪花的這個冷氣大戰 你怎麼看 這個中間 到底這個國民黨是哪一個 這個環節出了問題 為什麼學太陽花學不像 而且你再看看 除了這個在立法院裡面 抗爭的國民黨立委之外 你要跟太陽花比嗎 你看看場外抗爭的 這一次抗爭的都是哪些人 你能跟太陽花比嗎 是 其實國民黨 他這一次抗爭會這樣子 荒腔走板的原因很簡單 因為他們是貴族世家 身上流的都貴族的血液 貴族當慣了 怎麼會來一下子說 跨界來做這個抗爭 怎麼可能會像 我先講一點 太陽花是一個社運的抗爭 因為它是這個手無寸鐵的人民 學生 大學生 那進去這個立法院裡面 他有一個來自人民的正當性是說 你們這些立委 沒有把你的工作做好 所以我是人民 我進來之後 我是讓你們說 你們不要再想要開這個會議 要把服貿強度觀山了 對不對 他是這個論述 可是國民黨今天做這個東西 他其實充其量是意識杯葛的手段 我相信他們心中也自認為說 這是一個意識杯葛 所以他才會說 不然這個應該要給我開冷氣 應該給我開燈 然後這個不是立委的人都要出去 因為議場只有立委才能進來嘛 他們腦袋裡還在想說 議場只有立委才能進來 所以你如果幫我開冷氣 我就把我的助理請出去 神經病嘛 因為說實在的太陽花的時候 誰管你說是什麼立委才能進去 要抗爭就是要破壞這個規則才要抗爭嘛 如果你說都完全順著那個規則 不管是寫好的規則或是潛規則 那其實你這只是一個意識杯葛 那意識杯葛平心而論 每一個黨都會用 過去民進黨最慘的時候 在立法院裡面只剩下27席 加三個台人也才不過30個人 他們也用啊 站主席台啊 把鐵鍊綁住議場門口 這些都用 可是你不要你明明只是在做一個意識杯葛 你在場外搞悲情的 好像做了什麼這個 背天爭地了不起的大事 對不對 還在那邊 場外都一些八百壯士 其他人來說你看裡面異常多可憐 沒有冷氣可以吹這麼熱 你看人民看了就說 你這是在做什麼 因為你知道沒有去過抗爭 也在電視上看過抗爭嘛 大家知道所謂的抗爭是什麼樣子 絕對不是你這樣 還什麼進去就拿個 沒有冷氣就拿個冰塊 然後風扇在那邊吹 而且半夜的時候 三更半夜的時候 每個人回家裡面去洗澡 去睡覺 去休息 去換衣服 直播空空爐也沒有人 你想太陽花那個時候 如果他半夜趕放這樣空空爐 也沒有人的話 其實那個運動真的不要說兩天 半天就結束了 而且太陽花那時候多少人上街頭 參風露宿的 大家都有那個經驗 你現在還用這個來框大家 對 所以我現在給國民黨這兩個 兩個要點關於抗爭 第一個進場不難退場才難 你現在他們在那邊規劃 我們密謀要跟我們進場 這沒辦法啦 你進場之後重要的是要去想 你達到什麼訴求之後 什麼條件之下 你覺得OK 我們今天訴求已經完成 我要退了 你才能夠有始有終嘛 那國民黨今天最大的問題 就是第一個 他時機不對 今天他說如果 說實在我看完他們整個抗爭 我沒有那麼清楚 他們真正的訴求到底是什麼 畢竟太陽花的時候 搞了四個布條 在那邊告訴大家寫四大訴求 可是國民黨這個看不出來 他只有說看得出來 他們討厭成局啦 那可是討厭成局之後呢 你的訴求是什麼 有三大訴求啊 開燈開冷氣 不想單的人共通滾出去 這太簡單 因為今天早上八點半 就開燈開冷氣了 所以訴求達成你退場了 那人民就會覺得說 你這個莫名其妙 你要開燈開冷氣 干我們什麼事嘛 第二個耐力完全不夠 今天任何一個去抗爭過的都知道 不要說什麼民進黨立委 以前怎麼抗爭 就講一般小老百姓 賴品瑜就有講 他以前40老百姓 現在當立委 他就身分轉換 他最清楚啊 他說什麼 而且以前我們沒有開冷氣嘛 最後太陽花是自己找水電公司附近來看 怎麼樣調整 讓那個空氣可以對流了嘛 而且他不只是參加這個318 他過去到處抗爭的時候 每次都被警察拖走啊 他曾經也在一個山區 那抗爭的時候 這個要去賭那個高官 要路過的時候 他就賭 結果身上好幾個人幫鐵鏈串在一起 警察是直接鐵鏈一串拉走啊 那他有沒有像這些欄尾們一樣出來開個記者會哭訴說 我脖子被勒住 我人生跑馬燈了 我想要的那個全部 沒有為什麼 因為你是一個抗爭者 如果你有任何受傷的話 鏡頭對著你 第一個要講的是你的訴求 這個是最重要的嘛 抗爭者不是說要這個社會來關心我個人 我抗爭是為了要這個社會關心這個議題嘛 結果國民黨今天被清場之後排出來啊 桂公子一號公子二號公子三號 每一個人都在講自己有多可憐 每一個人都在講說民進黨立委把他們搬走 太陽花是平民老百姓被警察打 是警察拿著警棍對著他的頭這樣尻下去嘛 可是這個是立委跟立委之間 這個是立委跟立委之間在議場裡面拉來拉去 坦白說啦 這以前的案例太多了啦 那國民黨第一次嘗試做這個東西 然後就出來啊 哭訴哽咽 然後跟大家說那這不是跟之前那個 陳玉珍推擠之後呼吸急促 就跑去台大醫院掛急診一樣嗎 過去曾經陳玉珍犯過的錯 現在集體三十幾個人在犯嘛 那從頭到尾看不到論述在哪裡 今天這個抗爭說真的啦 如果說他們真的有達成某一個訴求 搞不好藍軍的群眾大振奮大集結啊 對不對 升藍的群眾哇 原來國民黨還有搞頭對不對 不要被這個民眾黨吸引走了 搞不好這高雄的補選氣勢起來 可是我們今天沒有達成任何一件事情 而且最糟糕的是 之後這個立委的臨時會開下去 國民黨會進退失局 因為呢開會之後 國民黨到底是要參加呢 還是不要參加呢 他就會面對第一個這個非常困難的選擇嘛 如果你要參加你在裡面行李如宜開完會之後 人家會說你之前抗爭在搞什麼東西嘛 可是如果你不要參加的話 所有的焦點馬上被民眾黨那五個立委拿走 那民眾黨那五個立委就把你的藍旗給接下來了 那你國民黨到底要怎麼做 你要好好的 他說我去開會 然後把陳菊罵個狗血淋頭之後呢 最後全部來投個否定票 然後出場好像你 對於你藍軍的群眾來講就是 哇原來是花拳繡腿嘛 所以今天說實在的 國民黨學這個模仿太陽花 就是說你好像模仿了一個外觀 但是你內在的精神完全沒有 而且你的外觀呢 簡直是虎頭 我不知道有沒有虎頭 可能舌頭舌尾吧 就是只要不到20個小時被清場出去 清場的過程當中 你給人家看到就是你一盤散沙 所以我說真的要當全國第一大在野黨 沒有那麼簡單 如果你拿不出一套真正監督執政黨的功夫的話 其實現在人民很多東西可以選 很多黨可以選 你這個第一大在野黨的位置 搞不好還坐不了多久 而且民進黨立委這個賴平雲很直白 畢竟年輕人他是一頭霧水 奇怪這些立委本來就可以走得進去 幹嘛還要把玻璃打碎 把這個門鎖破壞 還要把一場大門打破之後 他才要進去 那不就是立委嗎 他就可以通話走進去 他們想像中的太陽花 他們在模仿他們想像中的太陽花 所以太陽花有把那個玻璃打破 門鎖破壞 所以他們也要這樣幹 太陽花沒有做那麼絕 他們還在那個門上插那個鋼釘有沒有 對 超瞎的 插在這個人的致命部位的高度 其實這個協力委打一通電話門就開了 不知道為什麼要搞成這樣 大家也是看得莫名其妙